民众大牌长龙等着接种疫苗 医护人员一个接着一个忙得不可开交 台北荣总周末加开的疫苗门诊 光是一天就有超过4000人接种 疫情持续紧张 民众也绷紧神经想打第三剂 各自指挥中心22号的统计 全台疫苗接种人口涵盖率 第一剂81.13% 第二剂73.54% 这一家剂接种率也来到了16.25% 不过频繁接种加强针 真的能有效抵抗病毒吗 美国辉瑞药厂CEO就提出 要研发一年一剂型的全新疫苗 他跟说到新疫苗希望能够抵御 包括Omicron等等变异株 也强调一年一剂 比较容易说服民众接种 还能比较容易记得接种时间 一举数得 不过台湾的专家态度比较保守 是不是可以研发出对 不是所有变种病毒 甚至希望也对各种冠状病毒 同时有效的一个疫苗 那这个部分还在进行当中 目前还没有看到确实的结果 疫情瞬息万变 接下来又会有怎样的变异株出现 没人说得准 目前只能靠提高疫苗覆盖率 让疫情不再继续失控 欢迎订阅上楼阿尾 台博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洋梁